我发现许多家养的猫都有这么个问题 就是拉完屎不知道埋 搞得家里香气飘飘 让人闻着神清气爽 要知道猫会埋屎跟狗会游泳一样 都属于是刻在基因里的初始技能 而且埋屎也是猫咪能在野外 可以生存的保命技能 要是有猫说自己生下来就不会埋屎 指定不是傻就是有什么大病 那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家养的猫都不埋屎呢 这个我们就得从两方面来找原因 首先是猫咪自己的问题 有些猫因为小时候离开母猫时间过早 没有接触过群体生活 就导致自己虽然有埋屎的技能 但是不会释放 这时就需要缠屎官手把手教一下了 至于你是用自己的手卖给他看 还是抓着他的前爪做刨杀的动作 看你喜好我就不多赘述了 还有就是猫把自己当老大了 这主要发生在大黎胖橘和鹰短这种有硬实力的猫身上 作为老大哪有自己埋屎的道理 如果是多猫家庭还好 作为小弟的猫知道拍老大马屁会帮他埋屎 但如果家里只有一个逆子 那你就老老实实帮他缠屎吧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家中足够安全 不用买屎来掩盖气味了 你看东北经线层拉满屎什么时候买过 如果不是猫咪的问题 那一定就是蝉屎官自己的问题 先看看买的猫砂盆够不够大 我们不说猫砂盆得是猫身长的1.5倍 至少得比猫大吧 或小的猫砂盆让猫咪不好施展 你还让他买屎是不是有点 另外就是猫砂的问题 而且导致猫不买屎的罪魁祸首 极有可能就是猫砂 很多蝉屎官不了解猫砂 于是就挑贵的猫砂买 认为贵的就是最好的 就很有可能买到一些非主流猫砂 导致猫咪不喜欢 自然就不会买屎 还有的蝉屎官猫砂铺的特别浅 你这让猫咪怎么愉快的买屎 这就像你拉弯屎 我只给你一格置 你是不是就很有可能生气 干脆不擦了 还有一点是很多蝉屎官都会忽略的 就是他们从来不换猫砂 导致猫砂盆里堆积了很多猫砂产漏掉的排泄物 猫咪觉得脏 肯定是拉弯就赶紧出来 生怕脏了自己的脚 还怎么可能好好买屎 作为一名负责的蝉屎官 我们给逆子们选择好一款高性价比猫砂的同时 猫砂盆里再铺厚一点 做到定期更换猫砂有问题吗 没有啊 我给我家张国伟就是每次猫砂盆里 倒上两袋这样的猫砂 保证足够的厚度 让它轻松买屎 然后大概20天左右更换清洗一次猫砂盆 你看我们家张国伟 小小年纪就已经是一个厉厉害害的 埋屎小能手了 年前最后再挖一个坑 猫和狗到底谁的智商更高 我是PT新爹 有问题评论区at我 Respite